好 趕快來抄播立法院的最新情況了 國會職權修法遭到部分判處違憲 那立法院司法改制委員會今天邀請到的是 立院秘書長周萬來現身報告 而周萬來他也被記者問到 是否有覺得是被綠營私涉刑堂 他怎麼回答 我們來聽 秘書長 今天來會被覺得私涉刑堂嗎 謝謝 謝謝 那您覺得那個虛偽陳述是不是應該要立法 因為您說先進國家也有立法 會不會覺得民進黨在圍內 會在圍內才能圍內嗎 謝謝 謝謝 好 剛才聽到周萬來只講了兩個字 謝謝 接著就步進立法院的會場了 那待會有最新的消息 我們也是隨時為大家來進行現場的連線插播 但是延續剛才的話題 像是賴清德他到底打個什麼招呢 這次的國會改革法案判處 幾乎是全面違憲這樣的情況 民進黨這樣做 其實長遠來看 剛才像是永平姐也提到了 對民進黨自己來說反而是不利的 因為人民看在眼裡啊 知道荒謬之處在哪些地方了 像是黃耀明也說了 這次的判決啊 其實暗藏一個陷阱 像是以人事同意權來說呢 如果再也繼續阻擋大法官人事案 可能會被指控是違憲政黨 走到那一步就是革命的時刻 什麼意思呢 他認為賴清德是不是背後在打一個如意算盤 要是中央政府的總預算案持續被卡關 接下來是不是就有理由來解散國會了呢 那國會現在藍白佔了多數解散國會 是不是只有等同是另一種變相的想要解散國民黨 打擊國民黨這樣的一種感覺 所以黃耀明說接下來恐怕是關鍵革命的時刻要到來 國民黨這邊要怎麼因應啊 這個沈富雄就說了 好 大法官現在扣你一個帽子說 我們推出這麼多人事案 你們審都不審 你們就是不盡義務來進行自己該盡的職責 那他說好嘛 那你們民進黨這樣講 那藍白立委乾脆就真的給他審下去嘛 那也不需要審到一個都不剩 反正呢 就慢慢做 好好做 好好的審就對了 現在藍白佔了多數喔 好好審 好好問大法官被提迷人 對廢死的意見就會這個真相就會浮出了 發現很多人的確就是不夠格 好 來看到林卓水說呢 依照通過的改革法案 其實台灣國會權力仍叫美國國會小 頂多就是從朱儒國會升級為矮子國會 但是民進黨整黨上下包含了大法官 居然驚慌失措的表現 心理狀態淪落到這麼虛弱的程度了嗎 民進黨在心虛了嗎 現在氣很虛喔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情況是大贏的 但是民進黨的虛 現在也因此從反向浮現出來了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就說啦 好在喔 經過大法官努力不懈 好棒棒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弱的民主國家 國會了就是要削弱國會職權來借此打擊藍白 尤其現在我們發現民進黨立委吳思遙不斷地在社群上推傳 廣傳這個新封號違憲新三寶來嘲諷藍白委員 當中三寶之一被點名的立委汪小玲反嗆吳思遙 在法學博士面前搬門弄斧 結果又被王定宇很酸 汪小玲一番話是違憲三寶新法學常事 亮哥在點出民進黨到底現在在急什麼 在慌什麼呢 其實喔 像是什麼人事法這些恐怕都不是最重要 檯面下的另一個民進黨真正在意的是 財政收支劃分法 攸關錢啊 錢就是選舉最重要的東西了 所以呢 那個要是一砍下去喔 就是7比3變成了6比4 中央剩6啦 統籌分配款中央6地方4 那賴清德手上的錢直接少了將近2000億 2026怎麼選下去呢 民進黨擅長的就是拿錢來玩選舉了不是嗎 好 接下來要繼續請教這個永平姐喔 剛才提到黃陽明背後點出了這個民進黨賴清德 有一個好恐怖的動機 是想要藉由這個預算案的卡關 來給這個藍白扣帽子 你們辦事不利 你們 褻瀆自己的職責 是不是進而來進行所謂解散國會 也就是想要給國民黨一個愧疾這樣的感覺 所以接下來國民黨怎麼因應 以及剛才提到的三大人事案 接下來該怎麼應戰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阿民 先生 raw Law 第一 二 各位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